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月3号和5号进行的本赛前两轮的比赛中 90后棋手高歌猛进 延续着青春风暴 范廷玉 周睿阳 党一飞 彭丽瑶 王浩阳和张涛在八强中占据了六席 而剩下的两个八强的席位被80后棋手鼓励和陀加西夺得 八强赛和半决赛将会在3月23号和25号在洛阳进行 决赛会采用五番棋 将于2013年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 在洛阳的龙门石窟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本周的另外一个焦点是一年一度的晚报杯业余围棋锦标赛 1月5号来自全国53家报社的54支代表队 总共是171名选手在古城西安展开了熬战 晚报杯迄今已经举办了26届 今年的晚报杯有两大看点 一是冠军将会获得申请职业初段的资格 二是获得前六名的棋手将和聂未平棋胜率领的职业队 进行职业业余的对抗赛 由于职业队已经在让先或者是让子的对抗中连输了三届 所以今年中国企院派出了包括石岳、朴文尧、谢赫、江维杰、谭笑 在内的国家队的一线顶尖高手 意图一血前耻 业余豪强们能否顶住玉林军的强大压力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我们的两位老朋友 王源八段和邱丹云二段 他们将为我们带来的是 2012年第17届三星财产杯世界围棋大师赛上 绝代双雕 鼓励和李世时下出的一盘非常好看的棋 这盘棋怎么好看啊 四节循环无胜负 好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我和王老师要为您讲解的这盘棋 是非常精彩的一盘对局 刚才主持人也已经说过了 是鼓励对阵李世时 而且最后的结果是四节循环无胜负 那么这盘棋是由他们两位顶尖的棋手 在第17届三星财产杯世界围棋大师赛上 下出来的32强战当中的第二局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就是它是一个双败淘汰 第一盘两个人都分别战胜了各自的对手 然后进入了胜者组 这盘棋如果谁战胜了对手 就直接进入了16强 然后就可以不用再继续下了 那么这盘棋刚才也已经说过了 非常精彩 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这盘对局 好的这盘棋话题很多线索很多 小球给大家报告了一些 不要着急 我们慢慢来可以说回顾 现在是农年的年末 当然功力已经进入2013年了 确实2012年在我们棋界 有好些非常令人难忘的值得回味的棋局 咱们这个节目的相关人员 大家也在有这么一个想法吧 今天这盘棋算是回顾 之后包括这一次三星杯 后来进入决赛 如我们广大棋友都知道的那样 鼓励和李世时他们的决赛棋局当中 也有很精彩的内容 我现在想得起来的就是决赛的第二局 鼓励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 这个意志非常坚强 不能再输了 因为结果很奋勇地 磋杀了李世时的一条大龙 这盘棋也非常精彩 之后有机会我们也给大家一起回顾 行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一盘棋 这是三星杯的32强的比赛 黑棋是古力九段 开始都比较平稳 我们大家都会下 这次对局当时是在九月份 九月份在北京下的 这个好像是他们之间个人恩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是吧 下这盘棋之前 鼓励和李世时是十四胜十四负 双方打平 这是第二十九局的对抗 对 当时大家可以说全世界的维建号者 顾得过来的大家都在关心这盘棋 鼓励和李世时 二十八盘棋对决当中打平 这盘棋谁能够获得胜利 谁就领先一步 没错 所以大家都很关注 行 下成这样的开局之后 白棋分头 黑棋大飞 这个是流行的 现代流行的一个下法 当今流行的下法 也许假以时日回头这个下法又会被淹没了 很有可能 现在流行布局很多 对 这个流行下法的过程当中很快双方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 在鼓励的导演之下 白棋拐 最正常的是不是黑棋应该退 那么白棋也长一个 基本上会下成这样吧 你退我也退 然后黑棋形成一定的外事 和这个子有配合 和这个有一定的配合 这个配合究竟值多少钱也不知道 它算是一个配合 鼓励在这就下出了一个变造班 在他们两位的对局当中 好像这个变 新 可以说作为他们这个棋风和对局的主题词是没有问题的 没错 没错 就他们下棋一般不太喜欢墨守常规 即使布局有几手 前几手差不多 但是过不多久就会变了 对 咱们今天讲这盘棋算是回顾了 这个故事呢 因为是可以说是快制人口的故事 没错 那么广大的棋友实际上是知道的 我们在这呢还是有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回味一下 因为确实非常精彩嘛 这盘棋呢最后下沉了四季连环 对 下沉四季连环之后后来没有办法 无胜负怎么办呢 后来就进行了加赛 加赛又是一盘快棋 这盘快棋又是 用四个字来说叫天花乱坠 下得非常精彩 最终呢是鼓励获得了胜利 没错没错 那么巧的就是呢 他们在预选赛 也不是预选赛 就是三十二强比赛当中 在双败淘汰的这个小区当中 他们俩碰了两回 对 从此呢就分道扬镳 鼓励呢率先进入了前十六名 对 李适时呢也很了不起 虽然身上被鼓励砍的是遍体鳞伤 但是还是摸爬滚打的又进入了前十六名 然后前十六名呢 他这个牌表呢就是一座山一样 单淘汰嘛就像爬山一样 结果这两位一个从山的北面 一个从山的南边就开始往上爬爬爬爬爬 又巧了 说巧其实也不巧 最终他们两位从北坡南坡分别登上了顶峰 又进行了决赛的会师 对 说实话这一次比赛就是2012年的这回三星杯这个比赛啊 是全世界的围棋爱好者大家感到非常过瘾的一次 我想大家都很期待他们两个人的对决 对 因为他们下的棋很精彩很漂亮 而且呢很有激情 很有激情 因为墨守常规的招法几乎是没有的 他几乎下不到中盘就开始变了 而且他们一定会产生战斗 这个战斗一定会比较壮烈吧应该说 就是一定叫 红刀子进白刀子出 对 我故意反的说 非常棒 我们接下来看吧 慢慢鼓励搬 李适时当然就叫吃 黑棋叫吃 白棋把他拔掉 这个鼓励也是故意弃子的 白棋这个拔掉一个子也很爽 他是把黑棋放在盘上的第二颗棋子给它拔掉了 黑棋下一招飞 那么李适时团住 团掉 保证一只铁眼 保证一只铁眼 然后获得了先手 在这拆了一个 我们看他拆的位置 他拆的心位底下偏过去了一路 对 越过雷池一步 因为他呼应这个 这边顺便给我们广大企有讲 如果大家看问题过于平面的话 你就说我这一个子 待会被他吃下来很大 我考虑这个跑 思想稍微解放一点 胆子稍微大一点 你说我跑到这 你以为已经有进步了 其实这个格局还是小了 对 盘上的很多问题 在高手处理的时候 他都是怎么做 暂时没有很好的办法的时候 他就放下 周围的环境温度一改变了之后 也可能自然而然会有一条路 可以走 你现在生硬的走 这个实在就不好办 人家走任何道场 是吧 这个就无聊了 对 这个一开始布局的时候 自己先跑一块姑旗 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事 对 很好 走这个 那么下一招 鼓励九段 跳起来 跳 这个跳下得很好 这个跳又让我想起 我们中国古旗当中的招法 在诗乡下范锡萍他们对局当中 当呼时局当中 看过这些棋的棋友一定有印象 就是腥味挂完了之后跳 或者他干脆不挂直接跳 这条棋故事也非常好 过去我年轻时候看这个 年少年轻的时候 看这个古谱的时候 当时很肤浅 一看了觉得有古人 怎么会跳这个 这不是明显损失地吗 当时觉得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 阅历的增加 也可能意味着水平的提高 再来看古人这个跳 不是这么简单的 好像你觉得亏了实地 但是今天不是这个专题 我把这个标题放在这 鼓励下这一招可谓 鼓为金用 下得不错 好 李诗诗跟着他印 白旗走这 一般来说黑旗跳的时候 这个星卫小飞的形状 都是要印一个的 嗯 之所以印的是 因为担心人家点完了 爬进去给你 对 把脚撅得很厉害 好 下一招棋很潇洒 刚才王老师说 这个越过雷池一步 你居然是越过去一步了 那么我就要在这儿 对 这个叫居高临下 是吧 它主要是有这个模样 扩张的一种意识 还有这一代呢 它是半死不拉活 但是你非要说吃死呢 也不一定 它是一种整个全局构思的一种串联 嗯 是的 你说它越过雷池一步 你就要这样去吃它吗 这个啊 格局又小了 对 站的台阶不够高 要登高才能望远了 好 鼓励这一招 我们在这儿珊瑚啊 呀 漂亮 接着往下看 李诗诗诗这个 这个就是激情开始了 太好了 在这里 哎 我觉得很好 我们围棋盘上呢 它是叫这个 就是精彩故事常有 但是你怎么样展现到我们广大的旗友面前这个不常有 嗯 就像千里马 常有 伯乐 嗯 不常有 对 你怎么样展现给大家 嗯 行 我们借这个机会哈 来品味一下 嗯 那么鼓励看到它拆二呢 觉得我当初这个子 你居然没有硬我 你就靠 靠下去 嗯 这个是直来直去的下法 是的 有一种写意的下法 嗯 有一种要拐弯的下法 但是他们两位就像小球给大家刚才介绍的一样 一般来说就比较直 比较有劲 是吧 一定是这个冲冲冲 然后 杀 也就是这个动作 嗯 因为我们知道围棋很宽大 事实上鼓励李世世 他们现在世界最强 嗯 并不意味着他们下的棋都是真理 那当然 就是这一点是肯定的 没错 所以呢 嗯 我觉得他们的个性特征呢 主要是体现在如果有选择的话 嗯 他们会选择这个针锋相对 嗯 嗯 寸土必争 如果有选择 但是如果你 你没有选择 你只能下和平的路的时候 你他也不能说我这个棋还要来吃 他也不是这样 嗯 我觉得这样来看呢 我们就发现他们的棋局这个性格特征 很鲜活 对 是吧 有血有肉 不然是什么呢 铺垫了那么多 因为接下来我们在他们激烈的战斗当中 还可以看到李世诗是如何一意孤行的 他这个一意孤行啊是他性格使然 嗯 也是他的技术使然 因为他的长处啊 正如我们冷兵器时代啊 你拿着长矛 你当然就只能进攻啊 你不能拿着长矛来防守啊 那还不如把它扔了 就这个意思 是的 做了一些铺垫来看啊 你比如说这个是可以的 点完了然后再靠 点完了 如果你要硬他当然就这么靠了 这个就很棒了 所以白旗就动不了了 但是呢白旗一定要反击 一定要反击靠出来 接着呢就会成另外一种战斗 白旗靠出来 黑旗居然拖先 白旗下一招 下一招旗非常爽 但是爽完了之后呢 我们接着看 你走哪儿 很怪 虎底下吧 你虎底下他又搬上头 你下一招又很难 就说他是好 但是你怎么样更好 他很难 你按照你这个火气旺的人 你肯定要吃这个 长 他也长 这一招你不能被他打下去 这个打了那边全封住了 全封住了你肯定要长啊 你长他就拐 他再扳 你这个又很难受 你又不知道断不断 是吧 你要断这来一下 是的 这个地方 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他愿意 他们两位如果 有的时候愿意拐弯 愿意造个远路的话 两点之间 两点之间叫线段最短 直线最短 直线最短 其实呢直线最短不一定 有的时候是曲线短 因为你看地球 这个看地图啊 你的角度不一样 空中的那个角度不一样啊 结论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视觉误差问题 视觉误差问题 是吧 在维系盘上随时也有这样的事 所以呢 只能用这个方式来描述 他们两位的这个 他们两位的这个性格特征 太好了 所以就不说了 这个就没受鼓励 当然就直接就下去了 靠下去 你事实也不管那么多 他是肩膀上扛着一把锄头 肯定是挖的 毕然反击 这个要挖 震锋相对 一定要啊 这个不能二路斑 二路斑就其实也没味道了 二路斑呢 第一个呢人家可能鼓 第二个人家可能斑 第三个人家可能断 三种下巴都很好 对 不过在他们的眼里 可能二路斑 这也不是棋 就是 他们的 对 字典里哈 对 下一招棋 黑棋很凶 但是也很吓人 这招棋 一般来说我们是 从外往里 是吧 这打呢自己有两个断点 就补不好了 对 这时候鼓励选择的是 从里往外吧 这个我们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棋型 如果这个电视画面放在这 就定格 没有了 发现这招棋和这招交换 叫大了 是吧 但是呢 生活要继续 我们接着看 接下来他的招法 他一定是不能退缩 这个地方他就想尽办法要进空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 古力和李适时他们是今生的缘分 对 他们两位彼此高度欣赏 高度理解 对 所以他们下棋的时候 其实他们很幸福 是的 他们两位很幸福 我觉得我们广大的棋友 一定要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而不是说过去有一些真胜负的场合 两个人就像仇人一样 见面也不说话 下完棋 收完棋子就走 不是这样 他们彼此很欣赏对方 没错 所以他很幸福这一点 因为他们的高度的话 普通人我觉得是无法很 很直接的或者说全面的了解他们下的棋 只有他们互相下的时候 才能深刻的理解对方 对 那么他们就觉得很幸福 有这样一个深刻了解他的敌人 或者是坚于敌人和朋友之间 对 敌人就是朋友 对 敌人朋友有的时候也是敌人 这是辩证法 对 我觉得这一点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 对 因为别人可能没有办法 这么深刻的理解他们的词 对 前一段时间有媒体采访了小李 因为他们这次比赛下完了之后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最终是鼓励输了 但是我也早就说过 鼓励虽然这次决赛输给李世世 但是他一定不疼 就是不痛 一定不痛 只不过有些遗憾而已 是的 那么这次结束之后 鼓励他就是 当着媒体就成了 他现在世界棋界 我看是小李最强 我觉得这个很棒 这个风度很好 对 没错 小李人家采访他他也说 他就说我跟鼓励之间怎么样怎么样 高度理解 高度欣赏 同时他也说到 婉转的说到现在年轻的这些棋手 他说他的意思是这样 我只能按照这个意思给大家传议一下 就是说他感到年轻棋手 这个棋还不够深刻 他说他的意思就是 你们看看我跟鼓励下这么多年棋 我们的棋 他你们深入看一下 他跟年轻的棋手说的 我们是怎样 就像两个人下棋就像这样 齿轮咬合一样 齿轮咬合要咬合得住 然后我们怎样力争 这个在盘上挖掘每一个棋子的活力 然后把效率尽可能地下得最高 怎么样来争取主动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如何血淋淋在下棋的 你们这些年轻人要看一看 这话说得很好 对 小李有这样的意思 然后我们再看他们的棋 接下来这个故事也多了 接着看 太棒了 白鞋打吃 打吃 介绍 当然正如刚才给大家说的一样 就是说他们两个的棋 从性格 从表演来说简直是水平之高 只有特色无以复加 没错 但是并非真理 对 你是学不了的 你不能这样下 你下很多歌不就不行 同时并非真理 接下来有一个典型的场面 很快 两个典型的场面 就可以发现李世时也有他 具备巨大优点 同时他的不足 就是一个人形象非常高大了之后 他的影子 阳光一照 他影子阴影也很大 对 一样同样的道理 我们接着看 现在黑棋是蒸不掉白棋的 如果蒸掉的话 那白棋根本就不能这么下 对 蒸不掉大 这个是必须要跑 哇 这个字老早分头这个字有用 黑棋接上 接上 白棋把这两个字 必须得长出来 对 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选择倒是 小球说得对 这个必须要长 但是必须长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要看看这个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你接着蒸不掉 对 这变化也很多 对 但是一般我们的感觉 由于他们两位是重视棋子的活力 重视棋子的活力 生命力 所以对这两个棋子 小李是非常重视的 不然呢 其实这一招棋也是很好的 对 这一拐整个这边白棋非常漂亮 下边你仍然吃不到 很快给大家摆一个示意图 就是你必须要吃 它就成 这两个棋不能被抓 你这个最凶不让它那个 你还得吃 好 下一步你必须要冲 其实冲了之后呢 这个白棋呢 这个长难受一点啊 示意图 但是如果它真的这么下 就跳出来 你发现黑棋一招也摁不住它 对 换句话说也还有些故事 接下来合理的效果大概是黑棋拐 白棋霜 黑棋再跳 白棋再把这个绝出来 对 也可以下 白棋拐到这一下还是很厚实 而且很有价值的一部棋 但是我们如果一定要总结呢 就是这个拐是注重自己的模样 而这个挺头是注重生命 哪一种更好啊 所以这也是维棋的魅力所在 然后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你也很难说清楚 到底是长好还是拐好 那你说吧 小秋你选哪一种 我也不知道 可能我下个不就下不成对 如果我下 还是这个好 因为这个接下来有一招很漂亮的棋 我们接着看 古力当然很高兴啊 这一下押过去多好啊 白棋必须长了 黑棋再押 这个好在哪呢 好在有一天 中府大家化干戈为玉拨 没有战斗的时候 大家和平了 要回家种田地了 修房子了 只要黑棋一点到这个角 好 那么白棋这么长一串啊 这些棋子 它的效率呢 就不会太高 对 虽然看起来好像围了很多空 对 实际上没多少 所以这个也很大 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地方非常大 但是我们也想不到 这么大的一个角 在他们的对局当中 这些都是小菜 你怎么老在枝节问题上纠结啊 没空 没有空 哪有功夫啊 好 黑棋下一条 非常棒 大条 好 下边一招棋呢 就是非常鲜活的 勾画出了李适时的形象 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招棋 这招棋呢 我们如果熟读古书的人 熟悉四书五经 就是围棋盘的四书五经的这些棋友 就能够理解 但是小李在这方面呢 他是先天性的 他就对这些没兴趣 我们先说小李他下的是什么 他是下的这个 这招棋呢 就是一定要顶针 齿轮要咬合 就发动机一定要转起来 而实际上我们中国古旗 还有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有好的东西 它是什么呢 发动机是可以不转的 它叫以静带动 是不是啊 好 点到了这儿再来看呢 接下来的变化 小李很快就陷入了被动 因为它太实了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中国话是要写意的 是不是啊 要留白的 这期呢 它最好的一招其实这个 这一个 它叫 实际上下 它这个 凡于要素总结当中说到了嘛 叫 静以制动劳书役 就是以静带动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说出来也很溜 实际上在围棋盘上 你要体会这个以静带动啊 它简直是妙味无穷 不仅仅是说我现在沉默寡言 我什么都不表态 你说任何事情我都说研究研究 再说再说 不是这个方式 它有很深刻的内容 这招其它的内容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就是在这一线有很多故事 但是你怎么样把这个故事组合起来 和这三个字有关系 很难 这是事物的第一面 事物的另一面呢 就是这一带有很多东西 你如果让黑棋去补 你说黑棋它怎么补 才能够万全 好像一手棋很难把整个脚全部补干净 很困难这件事 它补补不干净 我走头绪不清楚 这个道理就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我可能是选择一种不动 静以制动老书意 这是思想下教我们的 对 你看你补这个 那么将来它拖这个呢 反正这个脚不干净 不干净吧 你补这个 这是不是格局太小了 而且也不是很干净 而且居然也不干净 是不是啊 小李后来这个洞 以下我们待会就可以看到实战的东西啊 所以呢 我就觉得李世世鼓励他们都很强 对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我们欣赏他们的美 他们的壮阔之美 还有紧凑之美 但是 恕我直言 我一说大家也很高兴啊 他们两位也不是说下的棋就是真理 那肯定不是这样 是吧 确实 所以我们大家一努力还是都有希望 好 那么白棋这招棋 因为白棋本来画素描画的话就是这个 对 简简单单的 没有立体感 是吧 人家最要命的是鼓励走这个 他把这个珊瑚起来之后 你里头还是没有好 你很想下到这儿 下到这儿呢 鼓励他是一个干力气活的人 他有可能给你决断 有了这个因素 有了这个因素 我们再来体会这一招棋 你看这招棋走 黑棋下一招非常难补 非常难补 小球你说他怎么补 我也不知道 他在哪里 因为你不补不行了 下一步他撅的东西就多了 这就直接要命了 这已经下去了 而且你印一个他下一步就是这个 对 靠下来了 你因这个很难看吧 你因这个不对啊 待会他外边条件成熟了 他一撅 脚是他的 你整块活了没有 是个问题 然后你说你因这个 你因这个 那当然这里头就空了 他下一步可以到这儿了 那这个骑行 白骑就看起来很生动 很活活的 因为你这么慢的一路 他可以珊瑚过来 你这个快一路 他这个就要当心了 这个白骑最黑的还可以冲断 因为这有顶的退 就这个意思 哪怕他就在飘嘛 就是顺流而下 飞流直下三千尺 这样一下来 你这个规模 你这样我也不行了吧 是 还有冲断 这一看就跟小李的 就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 哈哈 但这个宽袍大修这个好 就是 诗相下教我们的 我重复一下 静以制动劳书役啊 嗯 嗯 好 铺垫了这些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小李这个是写实 它是非常写实的下法 嗯 古力当然这个本型肯定是这个 小尖 小李接着写实 古力下蹲 再挡下 再写实 古力再下蹲 黑棋借着白棋的势头 把上边全部做成空 嗯 然后呢 您这块棋啊 整个还不好 好 我们接着看小李 参考半天 我这个是 夸张的说法 就是他在这花了很多时间 嗯 为什么我知道这一点 因为当时 有个电视台 在进行直播的时候 就是我跟小秋去解说的 很巧 确实 应该是直播了两三个小时 嗯 挺长的 这个棋呢 白棋突然发现小秋 它是什么样呢 如果这个不切断 它这个发动机断不了 嗯 转不了 没有power 你看你走这些 这叫隔靴搔痒 嗯 是吧 它一个是这个也行 它这个也行 甚至这个都行 对 这个白棋 把这一走中了 而且还是没有看到 确切的眼在哪呢 对 没有看清楚这件事 嗯 而且这个 呃 反过来说白花花的银子 全部送给黑棋了 对 黑棋的角围的很结实 所以它一定是这个 挡下去 啊 跳 就我们那一看白棋 这个太窄了 嗯 是不是啊 对 嗯 光看这个白棋现在的棋行的话 觉得它到底在干嘛呢 走了一串 自己往二路 虽然说破了黑棋几目空 但是自己还得后手连 然后这个子被搁在外面 黑棋的子全在要害上 对 正好是把它分开 然后很舒服的可以攻击它 但是小李显然不是等闲之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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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么老老实实 就会连回去就算了 就是 我就在想这个比喻啊 当然我们大家广大的棋友看棋都是懂棋的啊 如果有的时候有比喻呢 好像显得生动一点 就像进入一个又没有阳光的一个小巷道里头 他偏要到这里头去 但是去了之后呢 他这里头又做出一番乾坤事业了 好 我们看他就挤 这个故事也很好 黑棋下立 飞下去 然后呢 当然是罩子齐行 叮一点 哎呀 这是第二个精彩故事 这盘棋当中 围棋盘散 简直故事太多 下一招鼓励是靠 说到这儿我都想起来了 小球 当时在直播的时候好像你就提到 这个是不是一定要靠 这个形状一看当然是要靠 我记得好像小球当时就说有一个街 我好像也是看它后面可能是 所以 如果当时我就知道要街上 那我水平太高了 连鼓励都被下海 给大家说结论 因为变化太多 我们不能每一个变化都说到 就是这个地方啊 大智若鱼 精彩的手巾 这个靠 漂亮的骑行 不如最朴实的一个笨街 妙手 手巾 不如俗手 就是这个图形 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 对 围棋盘上经常有这些 我们只能这样跟广大的旗友报告 就是手巾好形 这些旗呢是大概率事件 你经常依据这个标准形形是对的 但是小概率事件也是经常发生的 它就是什么呢 鱼形比手巾好 尤其是在他们两位队集当中 应该单接 没说了啊 那么实际上鼓励走了这个 白旗里适时拖 搬住 黑旗搬住 然后白旗一出头又挖进去了 小李已经挖了两下了啊 这一看不是送死吗 他在干嘛呢 他在干嘛呢 嘿 太有意思了 因为他要靠这个力 有先手他就可以咔嚓这个 他把这个纸直接断死了 对 所以他一力对这个旗形来说是先手 那么对于脚上呢 下成这样之后 来给大家看看 一束 你必须断 哇 下一步也横顶 突然发现黑旗已经死掉了 要命死了 黑旗死了 而且是 连点带桥都要死 对 你走这个 他一吃 你这个可以苟延残喘 他就笨吃 黑旗看上去 这个像妙手 他下一步总进不来了吧 那我提 他一路先提 你一走再吃 还是把你吃了 死残难打 就是把你吃了 对 好 有了这个印象 我们再来看 为什么突然发现 在李氏时 一锄头挖进去的时候 鼓励陷入长烤 最终长叹一声 这会儿再接回家 所以高手也会犯错 对 所以当时看到这个 齐行的时候就说 这两个子交换 是不是亏了 因为如果你单接 人家接 你显然不会挤进去的 对 亏多了 是 但是生活要继续 我觉得围棋潘他 围棋潘他 围棋潘他告诉我们 另外一个好的故事 就是什么呢 允许犯错误 对 只要你及时回头 赶紧弥补还来得及 对 而且他不仅仅是允许 就是你允不允许他都会犯错误 就是会犯错误 因为是人在下死 毕竟他不是神 好 下成这样 当然白棋就便宜了 是不是 我们接着看 这刚才拖了一下 然后白棋李世世当然度过 这个当然黑棋就亏多了 下一招鼓励咬牙 必须给他绷住 先把他断开 然后白棋这下得漂亮 先送 这个你必须要断 因为这盘棋是9月下的 而且可以说是2012年最精彩的一盘棋 最有戏剧性的一盘棋 我相信我们的棋友大部分是看过的 是 可是大家也知道 现在社会不仅仅是我 我们大家旺姓都很 都比过去大 所以我们如果不摆 可能也不见得每一个棋友都还能够记忆犹新 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天这个回顾有趣味 那么树下去一走再冲断 黑棋当然现在这个必须冲 白棋咔嚓 黑棋必须吃掉 哎呦小球 这块黑棋活了没有 这块黑棋显然没有活 只要白棋 这个打不打都无所谓 反正里面只有一只眼 里面只要白棋再加一个 他就是局部是死的 很简单 但是这四个子在外头 接下来看非常精彩 这棋一看黑棋把白棋切断了 这不死这就要死 两块死一块 黑棋大模样得以壮大 没那么简单 白棋里实实挖 这个你不能搬这个 你这个搬他不会了 他把这个地方全部给你弄得稀里哗啦 亏多了这个黑棋 顺便还要说一下 这个对我们广大的棋有其他作用的 一定有 这个地方看起来顺手一巴掌抡上去就是利益 但是高手 尤其顶尖高手 他知道什么时候用更好 没错 人家不走 待会登成一个劫柴 主要是他不走的话 黑棋也没有可能去 你现在去走那个没有意义了 对 外面都忙活不过来了 打住 打住 下一招棋漂亮 就这招棋送死 对 由此我想到呢 如果我们戏剧性的来诠释他们两位 鼓励和李世实 他们的相当一部分的招法 对于我们广大棋有来说 是有误导的 是可能误导的 因为都是非常例外的 你看这不是叫受死吗 各位肯定记得 哎呦我十几年前刚学围棋的时候 就知道这叫虎口 不能送上去 就如果说你的计算能力达不到像他们那样的程度 你不要随便学他们 这是不行的 欣赏就行 人家拿六个玻璃球在那晃晃晃 拼命晃那不行 我拿一个拿两个就行 给大家摆一个最简单的参考图 就是这个滚打包收 打吃 我们广大棋有肯定容易看到 提掉 提掉 再叫吃 接上 再打吃 再打吃 他再接上的时候 你傻了 你打得很舒服 但是打完了之后怎么办 你突然发现 这种我乱扑一下就好了 哎呦喂 你说这个简直太漂亮了 一气搓 但是发现你现在扑的时候 人家轻轻一长 得 你又接不上气 好 有了这个原始的变化图 再来看实战 那么李逝时 在这个地方用一个送死的方式 不如虎穴 你先得虎子 扑 你一提 他一吃 你一接 接下来我们大家自己演算 对 黑漆有这么多棋子的地方 全部牺牲 对 一口气闷死了 就像我们刚才 这好扑到一下 这很重要 紧了一口气 然后打死了 对 那么这棋下到这儿的时候呢 下成这样 白棋打吃了这个 显然这棋接不住了 那么黑棋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这棋假如说白棋连上了之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 精彩继续 好 一会儿见 二郎镇在赤水河的这边 喜酒镇在赤水河的那边 都是盆地的一半 外面有盐 何必折红 都是斜坡而上 因为喝过很多郎酒 想看看它的出处 那天是从二郎滩上岸到镇上的 想不到的是 这里竟是当年红军二度四度赤水 住过的地方 街是一条一条石板铺成的台阶 往山上去 像是搭了梯子要登天 房屋也就沿着街路随行而住 或高或低 有些房屋已经不在住人 挂牌标明着 某一家曾经是红军指挥所 某一家是医院 四川的天总是阴的 街路爬到三分之一 又下起了雨 我低头数着脚下的石板 石板上竟然是一种云的文献 登上老街的最高处 新阵街就在眼前了 像突然进了宝藏地 光滑一片 古舊的老街和现代化的城区 反差巨大 而共存一体 使我感慨完间 才坐在一家门口的石头上歇脚 猛的还闻到了一股酒香 朝那家门里看 那个老头在喝酒吗 老头并没有喝酒呀 才醒悟 二郎镇的空气里 原本就是一股酒味 和老头闲扯起来 才知道二郎镇上各家客户 都有人在郎酒厂上班 他两个儿子 一个在酿造车间 一个在包装中心 他说 你是北京来的吗 我说我不是北京的 他就说 他女儿接他在北京住了一个月 刚回来不久 我说 那怎么不多待些日子呢 北京多好呀 他说 北京好是好 就是太偏远了 我哈哈大笑 老头并不明白我在笑什么 当我离开二郎镇的那个早晨 立在赤水河的桥上回头看着镇子 又想起了那个老头的话 是的 老头的话说的好啊 站在这里 北京是偏远的 上海是偏远的 所有的地方 都是偏远的 好 欢迎回来 刚才跟王老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白棋刚刚打吃了一个 现在黑棋接不上了 对 接不上当然就不接了 接着我们看黑棋接 白棋小李把这个提掉 提掉 是吧 对 黑棋下一招鼓励 下粒 对 这必须得补齐了 对 这个请大家注意不要随手一吃 这吃呢你要一抡 这就是一截 这一下粒 当然就保证把这个子吃掉 这块黑棋就活了 但是木树呢 黑棋刚才还是损 接着我们请看 下边一招棋 白棋 白棋 就是这招棋 他不是这样往外跑的 是吧 对 这招棋啊 脚棋也是值得 就是我们要品味嘛 哪一种棋有 非常深刻的印记 像这招棋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小李写实的这招棋 有的时候确实 城也萧何败也萧何 它优势是这个 略势也就在优势的背后 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这招棋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从 真的从棋的全部这个气运来说呢 这招棋是不对的 它是应该飞出来 对啊 不是应该先出头嘛 对 因为黑棋现在很难再去走 当然他也介意黑棋走 黑棋走就是走这一个 接着白棋再以尖冲 是吧 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忧缓 比较从容 这个日子还长嘛 慢慢往前走 可是李诗实为什么一定要走这个呢 就是 第一个当然他性格使然 就是在非常 咬合得非常紧的时候 他跟古地都是非常准确的 都是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的 对 就是把棋子的作用要用到极致 可是我们大家当然也知道 有些时候局部的 它的价值啊 这些是要服从全局的 就是在右上角这一代 我们形容一下 白棋在黑棋立下来之后 由于黑棋要活棋 所以白棋接着 几乎有数不尽的劫财 还好多好多劫 其实就是四五枚而已 是 有数不尽的劫财 那么如果出现结症 这个才能有用 对 是吧 还有呢 那当然他就是一个较劲的 一定要把这个眼味怎么样撑起来 嗯 他就是想把黑棋打的 让他接回去 这是他最理想的 对 他觉得这便宜到了 这虽然是不可能的 对 就是说这个就 我觉得非常生动地 刻画了李适时的形象 正如他写自传的时候 他自己解说棋局的时候 也说到一个这个 他说 因为他很年轻啊 他实际上 他就说了 好多棋友也发现了 我下棋为什么优势时候 还要下得那么满这个棋 很撑 他有一个解释很好 他说 为什么我优势的时候 还要把这个棋下得那么较劲 那么满呢 他说因为不仅仅是这一盘棋的问题 是 他说如果我做得到的话 我的优势棋 我还要加大力度 这样呢 对下一盘 再碰上这个对手的时候 心理作用不一样 没错 这个就是他人类型 他自己坦白的嘛 他自己表白的 嗯 我觉得这招棋很有意思 但是给我们广大棋友说 当然如果没有他 我们没有今后的 这盘棋后来的故事 是 但是我们要真的要看棋 看大的气象的话 这个棋当然是应该出来 对 我觉得大家下棋 会下这个就行了 可以 就行了 不要太计较了 李适时他和古丽 就一定是针尖对脉盲 对 其实我们说啊 你两个人做出一个非常精彩的艺术品 这盘棋就是 他必须双方配合 换来一个人就不会像你这样了 老早老早这个棋就拐弯了 是 你看古丽下的我们祖宗下的这个 这个跳 要是换一个人 他他不见得会这样下 那棋早就不是这样了 对 好小李走这个 那么古丽 下一招棋当然是 大局为重 非 显然不会接那个 这不可能吧 这一招呢 我们从棋的好坏来说 不谈个性 从棋的好坏来说 我认为黑棋非这个黑棋优势 虽然是犯了一个错误 但是现在大局还是黑棋优势 好 接着小李当然早都走了 他就要提了 是不是啊 对 这个黑棋争到了正面 现在要求打结了 对 怎么办 接下来又是鼓励的这个性格了 就这招棋呢 急了一点 急了一点 因为这个节目 它有个妙处 给大家说一说啊 哎呀 这盘棋内容太多 我真是嫌时间不够啊 他是怎么个妙外的小球 就是走到这儿 如果黑棋不理了 白棋下一招 最狠的呢 当然是能够吃这个 对 但吃这个呢 发现他这个少冲一下 如果你冲到就行了 但是呢 在他要抡的时候 他也来不及冲了 你刚才冲是熟手 你需要给他一锅端的时候 你来不及了 对 所以将来如果你只能吃到这儿的话 这个情况就差多了 对 换句话说 在这个特别的构型当中 这个节对黑棋来说不急 不是很重 不是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不是 所以黑棋有机会 不用这么着急 你看我建议他就飘这个最好 这样的话 是打费嘛 对 因为你现在要冲这个对不起 刚才你冲 我是要等的 现在冲我不理你了 根据情况我可以不理你了 靠下去 我待会要回首的时候 一回首就到这儿了 是 他肯定不会挡 让你把它吃掉 这不可能 所以鼓励要是打这个节 那白棋一定是要硬的 到这儿 然后他再提节 待会你就打过来 他还不走 他还 他接着飘 就是说他要跟小李较劲 就是一种柔性的方式 跟小李的刚较劲 这很好 但是很遗憾 很遗憾 也很精彩的 是我们的鼓励 就是以钢对钢 才会出现后来的坑枪 太棒了 这个给我们广大器 又展示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以柔克钢 那么 现在黑棋 他也靠 拖这个 白棋当然小李较 他说你不是劫财很多吗 但是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造出劫来 把这个劫撑住 这个造劫财 就有点像草传借鉴这个典故 他可以借出鉴来 我们接着看 黑棋棋 哇 这个是小李太高兴 他一定要打这个棋 不打这个棋 这些棋 英雄无用武之地 他觉得上面的劫财太浪费了 对 而且这个地方我们是说要保留 但是你保留 你不能他的保质期是有限的 就保质期不是你可以 食品上保质期 接下来随便换的 你到了时间 你接下来就重新换 不是 因为小球 他要物尽其用 要使他变成一个节奏 但是你如果 一直 没有使用 没有合适的时间的话 他还可能给你密收的 对 这一季瞬间很难受 你打持他接上 待会他收不定还要跑 这上面压 有可能成先手的 对 压着了 所以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刚才小李一定要一头扎进这个 看上去光线 没有那么阳光灿烂的 这么一个小巷到里边去 好 他叫吃这 这招期一打 简直打得李适时 他心里太爽了 提 然后他把这个提过来 然后黑鸡又在这边到街 对 这个古力九段他跟小李啊 全力配合 较劲 这俩是好朋友 这是太 他们的波长完全合上拍子了 就你波长不一样 你收不到的嘛 对 可能下车风格又完全不同了 对 碰到我了 就下不成这样 下不成这样 下不成这样 就对意思了 好 一段一长 那请大家注意 这几道棋局部呢 拖 还好 这个段呢 局部损失地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而且身挺惨重的 对 下到这呢 可以 我们可以想象 古力说 小李你的棋来得正好 反过来小力也在心里对古力说 你的棋来得也正好 在左上角小李也挖了一个坑 这个也很有意思 黑棋提过来 然后白棋 这个接案子多舒服啊 又收官又是劫财啊 甚至连黑棋吃这个的时候 他都不理你 他先提 黑棋常用 他们两位的配合 他这里虽然损的很惨重 但是他就要求把那个结撑住 这个损的惨重是说 如果黑棋能走回去 换一手棋 还好 还行 对 一旦这个操作不当 可能损 所以我还是建议刚才尹柔克哥 宽袍大秀地跟他飘 这个才有味道 但是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味道 提过来吧 白棋接 黑棋还点硬 我现在要点一点这个地方的结材 为什么小李刚才要吃这个 刚才我用了一个词叫夸张 对 无数的结材 实际上是这一个结 这一结两个结 三个结 三个结 四个结 五个结 五个结材 五个结材 这一结材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吗 你收担官的时候把它收掉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由此也确实可以 这招棋和这招棋刻画了小李的形象 还有以下刻画两位高手的形象的招法太多 太好了 我们的围棋简直不是一个真胜负的东西 绝对是秘术品 确实 提 黑棋搬一个 黑棋搬一个 黑棋搬你总要印吧 这不印这两个子抠了怎么得了 这不从这儿打吃这损失太惨重了 没想到小李心里也在暗算着鼓励 他就等着鼓励来 提 打吃那个 然后白棋 打吃 这个你总要印的 他在提 好 黑棋虎 这招棋是鼓励的故事 鼓励就下了这个火 但是当时我看这个就好像就是我们俩讲 对对 我就说我就担心你崩劫的时候 因为左上角白棋打吃黑棋崩劫就是劫 我担心鼓励崩劫的时候 小李六亲不认就给他全部解销了 因为这个脚上被解销它的价值呢 是50目以上 就是损了 确实 因为所有黑棋走进去的子全死了 外面这个子跟死了没什么区别 对对 真损的惨重极了简直 人家都强到这儿了这个硬头 我们回忆起来 三四个月之前的期限 其实呢 现在回忆看这盘棋的时候 黑棋吃这个最好 现在吃这个 那白棋肯定得好 你吃了还提嘛 然后找一个 然后你找一个就提回来 它现在不再长 这是个妖怪 这个长那时候很难硬 我发现 是吧 对呀 王老师这个长我要怎么硬 你最黑的嘛 当然就是把这个搓了 吃了 但是它灌上来 一会儿 我们打给大家看看 所以这个棋呢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是 黑棋占优和有机会的时候多得多 最终当然是后来黑棋已经要输了 满盘结束了 那最后弄成一个四节连环 好 这一轿吃你怎么办呢 你只有提 我不能长 长的被冲出来 没有 长也是一个变化 你只有提搭给大家看看 就是试一提 还不要说这儿再打结啊 性命有关 再盖住就行了 然后白棋得跳 那你必须跳下去 这样黑棋没有什么损失 下一步有机会 腾出手来这一跳的时候 白棋还不知道怎么下 这个就叫左上角两个子呢 如果你牵着挂着 你很难受 现在发现死了 你很疼 真的你把它当成死了 弃子之后你再跳这个 你发现白棋下一招没法下 没有好奇 因为你一走它一扳 这个很难受 是的 你不走待会儿挡下去 它变成铜钱铁币了 嗯 就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再给大家看看 而且白棋吃了没紧物 就后面结材已经很多了 对啊 这个结也就是说白棋已经撑不住了 它不可能撑得出来 对 你一吃 然后它一吃 你一尝 假如说我尝 你尝它一再来啊 没关系 再来我 你又不知道是提还是尝 哈 鸟蛋也很纠结 很纠结 好奇啊 你一提它一飞 请问你这块是死的还是活的 我怎么觉得要死了 我也这么认为 这个被拍一下已经跑不掉了 对 它不拍 它放在这儿 对啊 你任何时候冲它就来一下 对 你可以考虑用这样的方式给我打结什么的 我天啊 这个结 好 这个我们不能耽误很多时间啊 就这个意思 是 这个地方呢黑棋实际上是用这个下法是最狠的 短吃 我这是打吃一尝挺好的 一尝 最后你只有焊接 我只能接住 只能焊接 焊接它不走 它已经打了好几个结了 待会再回头随便一接 或者是吃 吃这个也很好 吃这个先手活 对 然后再一跳 对啊 活完了再一跳 你要还是不要 大尾巴狼 你要还是不要 这三个籽吃的它外边全变厚了 是啊 如果你要要它先手活 对啊 是吧 所以这个也挺好的 因此我们再回顾起来续盘阶段 为什么说小李这个重视每个棋子生命和活力的挺头 情有可原 但是如果他拐头的话也很好 对 这个拐头也很大批 你看发展到现在我们发展到现在我们发展的 哇 怎么压了半天这块钱没活啊 哈哈哈哈 这个拐头比想象中要大很多 是是是 好 我们在很多一个点的问题上都不能纠缠太久 因为有更多的精彩在后面 叫吃 打吃 黑棋提结 黑棋提结 白棋这个是太得意了 小李 又是一个解采 又是一个解采 提在外面 哦 提在外面 哦 对了 当时好像还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 好 提不管了 提 下一步 这个我当时 我担心 因为我担心小李跟李 跟古力摊牌 我认为呢 这个局势是黑棋不错 嗯 结果古力过然走这儿 李氏是果然摊牌 你只要敢打劫 我就敢跟你玩命 提掉 你提掉 先把那个抓了 这块先割着 对 这个棋呢 给大家形容一下 说明了他们两位这个都是坚强的意志 我觉得他们这个意志也坚强 心理也非常阳光 所以才会成为高手 对 如果不具备这所有条件的话 为其你想成为顶尖高手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跟你心理的一些素质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个性和心理上有一些弱点 到了你的水平到达一定程度之后 它一定会在棋盘上体现出来 一定会 在顶尖的时候一定会 所以有些人就成不了顶尖 就是因为它有弱点 当然我们离类袭就更远了 那么他们两位呢 在性格上 我觉得分别要提一下 第一个是 以前给大家说过理事实 我们四川地震的时候 非常了不起的 把他冠军奖金捐给我们栽区了 鼓励也是这样 他参加一个 就是说公益要捐款的活动的时候 他们国家队 当时因为某种原因要凑一个整数 鼓励很忙 当时 反正我了解的情况就是 大家都要有一些表现 最后鼓励是撂下一句 因为他很忙 他就说你们大家都来 来了之后 如果缺一个大树的话 这个大树我来补上 就这个意思 就你们如果大缺口 这个大缺口我来补上 一定是一个整树 是一个很豪爽 很豪爽 而且很乐意帮助 他们两个这方面很相似 绝不是这个小肚鸡成那种 对对对 所以才能成为高手 那么这个地方呢 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杰针一打完了之后 黑棋为什么不能随便打 这一打呢 它价值是超过五十木的节 所以当白棋把这个全部 薅夫曼薅光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这块黑棋 如果鼓励吃不着 这个棋要输 因为那种损失太大了 惨重 原来黑棋觉得很好的 非洲黑棋大优 我认为是黑棋优势的棋 你跟小李摊牌干什么呢 但是这就是他们两位的故事 我觉得看他们的棋 经常有这种感觉 非常精彩 叫做寸土必分 针尖队卖王 针鸥香队等等 怎么行人都可以 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取胜 我的感受是 至少在现阶段 在过去他们那会儿 要争世界冠军都还小的时候 现在好像不完全是为了争取胜利 这盘棋就是说双方 不管有哪个输的只是到败者族 最后还有一盘机会 因为后来就是输的那个人 因为加塞里士是输掉了 最后他是在败者族战胜了张许 然后依然杀落了十六强 对 而且累死了 给大家要把这一点线索也要铺垫上 真的是有点累 就是这盘棋下完了之后 其实已经到了六七点七八点 六七点钟了吧 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我们知道下围棋本来就是一个体力活 尤其是现代围棋变化多端更是一个体力活 他需要你保持高度集中 不仅仅是一个劳力劳动的问题 是体力活 好 下完了之后两大高手怎么办 因为是无胜负 马上要将赛 因为第二天的赛程不能耽误 第二天还得接下来 他们两位分别休息了一个多小时的样子 大概填了一点方便面之后 马上披挂上阵 又开始下了一盘非常精彩的快棋 非常精彩的快棋 这个快棋又下了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那真的是 那完全人懂了 就是血肉之躯啊 就这样子要拖垮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 至少咱俩在这儿 要借此向他们两位表示敬意 确实很不容易 确实是要表示敬意啊 好 我们接着看 黑棋提节 黑棋提节 白棋虎一个 白棋虎一个 他这个地方要作演 非常精彩的故事来了 对 现在黑棋也有好几种下法 其中一个下法单退大概也可以 那又是一些说不清的变化 那么这个当然也很清楚 紧接着呢 李氏是后来下出了妙手 很多妙手啊 而且呢 逐渐接近于双方要独秒了 现在白棋的要求是我要做演 对 提节 这个当然黑棋现在只能提 提节不能打 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果白棋这个团是先手的话 这一只铁眼下一步再回去 这一只铁眼就活了 对 这个眼呢对不起假眼 这个眼也对不起假眼 是 但是这两个眼一跑他就活了 嗯 因此问题的关键 就看这个团是不是先手 黑棋现在 没有退路了 没有退路了 那黑棋当然也必须要吃 必须要搓 这个棋箱太棒了 好 放他出来 然后再搓 再杀 但是这个太难 因为下一招棋很快他就下出了 没有 下边一招棋是李世世的妙手 就没有这招棋不行 但是这个妙手呢 长相又很难看 因此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 他们两位的棋当中 经常容易给我们广大棋友造成误导 他不是那种一看就是高富帅的形象的那种 居然都是像卡西莫多一样的那样的形象的 因为这个棋他是这样一靠 那么他一搬 一双顶的时候 他糊一个 他一糊 这一招棋是妖怪 这个地方没毛病 这个地方也全部连上了 一个断点都没有 一个断点都没有 所以看上去黑棋外边是固若惊他 但是呢人家这有一个 哎呦喂 弯弯绕 这一招棋是妙手 是 他妙手不是说直接出棋 是苟延残喘 为他提供一点线索 对 救命的盗产 你看你 你走这个就不用说这冲断了 对 这个杀器你怎么跟他杀 你死多了 你走这个呢 咔嚓一段 这有个冲断 这个断点就是蛛丝马迹 差多了 这有个断点出来 这个差太远了 是 所以你就发现你说我这有没有一个妙手 我这 我这不是一个妙手吗 你看你一冲 对吗 虎口 这一挡 这不是一个正好吗 嗯 你正在得意的时候 你看小球这有一招棋 他又有这个 没听说过这种一头撞在蛮墙上的棋 会是好手 但是现在他恰恰好把你断开了 这招棋给你断开了 你要从这儿 跑不了紧步 周围都是敌人 嗯 尝不了气 是 死了 反正他只要能给你弄出一个毛病来 搁在这儿 这白棋就成功了 就这招棋什么药手 是 太棒了 当然鼓励也有应对 他就是尖 这招也算有应对 他的好处就是你冲 挡住 这不是直接出棋啊 这是说一个线索 黑棋能够不顾一切的先叫吃 当你尝 他把这边的毛病补了之后 然后你要拐 这个就是我们写意的 所以说 任何方式把这个毛病补了 你一拐它一长 这气很长 他敢于用这块棋和你这块棋杀气 对 左边这一袋呢 白棋差一点点 什么地方有一个子 给他闷进去去杀呢 因为他这个可以 做一点截处 大尾巴狼啊 这些可以坚持的 也许到最终可以不要 但是现在这一点你封不住他 所以基本变化给大家说一说 所以我们打棋谱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了 一看见这刀棋没有反应 他的名字叫妙手 尖在这儿 尖在这儿 好 白棋这刀棋在搬 是吧 是的 先做节 这个是白来的 一做节呢 鼓励这个提都不提了 直接就接上 因为没有意义 你提了半天人家走 什么都是杰菜 他在搬 黑棋现在从底下搬过 黑棋从底下搬 因为首先看能不能断 能断当然最好了 白棋这个长是先手吧 这能长到吗 白棋长当然先手 白棋长 你不理他下一步 罚站 这罚站 这个打结当然就不行了 他一长你必须硬 好 这一下出事了 这就合适了 从刚才那个妙手 现在给大家看看 打吃 一长 然后一断 哇 你现在 你打不着这一下了 长 一长 这一下麻烦了 如果你 已经死了 如果你打不着这一下 你只能用这些手段 跟它完全的话 它这个一长 你这个粗 这个粗海口 太窄了 这个长期长不了 跟刚才打招一下完全不同 所以这个地方 双方要争的是什么呢 就是争的 鼓励和理事实都很清楚 只要白棋一段 黑棋这招拍必须要有 没有这个拍就行了 对 因此这个地方的变化 就意味着它搬的时候 哎呀 不能去断 就是这个意思 继续把它放出来 接着吃 接着吃 虎在底下 接着吃 接着吃 你接着吃 它就顶 哇 这个又是好手 嗯 同样的道理 你按理说 你要走这个吧 嗯 那它这个就是先手 因为还有这个打了 它一打吃了 压都是先手 这也简单的 摆给大家看一看 就要吃 只要能压到这一下 它只要压到这一下 所以冲咔嚓 对 你这个大煞就哗啦哗啦 就打下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东西 就是它一顶的时候 你不能爬了 嗯 下什么呢 其实我是不懂的 这太复杂了 下什么不知道 就知道不能爬 对 你得想想办法出来 鼓励酒蛋有准备 可以挖这个 挖 哎呀 这个气派也精彩了 行 这个 这一挖 白起李适时 现在好像已经 基本上看清楚了 嗯 本来它这个打呢 也可以不打 它可以单场 本来也可以单场 嗯 但它这个打呢 确实也很微妙 也很管用 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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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棋拐打 嗯 这个黑棋当然必须要补啦 再不补 就这一冲咔嚓 这就不行了 就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冲断的时候 黑棋一定要打这一下 嗯 那么现在如果说黑棋不走这个的话 打这一下 显然打不着了 打不着 嗯 现在就还打得着 眼睛强强还打得着 对 那么白棋下一招是 接上 哇 这棋太有意思了 虽然下成这样 那么这招棋它必须要断了 它不断是不行的 爬过被人接了先手 你爬过人家一接 你必须要接这个 那不行了 那这一轿池都有事了 直接轿池接上就行了 对 下边也不行了 所以这个必须要断 黑棋断掉它 那白棋从这下来了 哇 哇 当时我记得看棋看到这的时候 觉得这个简直是 这个鼓励是舍身炸碉堡啊 怎么这块棋都全部进去了 对啊 不可思议 变成黑棋这块棋和白棋这块棋的对杀 嗯 所以觉得 跟这也有对杀 对 跟这也有 也有 总的来说是黑棋包袱重 因为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嗯 我还是想建议 刚才鼓励要是很从容的下了一个断打就好了 断打这个 对 对 好多了 白棋挺难硬的确实 行 下边一招棋又是很诡异的一招 一接一断一拐一拐下来 黑棋坐眼 坐这个眼 这个完全想不到 他自己退回去坐眼 他自己退回去坐眼 嗯 也是跟我们刚才介绍他们两位的棋的时候说到的一样 他们之间由于水平水平很高 同时对围棋的认识和领悟很深 因此他们能够挖掘出一些长得稀奇古怪形象的一些非常好的棋 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要下棋的时候 你坐眼怎么能这样做呢 是吧 你至少要这样做 同时涉及到命运攸关的时候 你当然要考虑这一对的下来 是吧 结果人家鼓励走的是这个 这看起来有点晕 这上面已经有两个解放的这儿了 这还有一个解放的这儿 这就是2012年全世界围棋界最著名的一盘其四节连环的雏形 现在开始咬了一个皮子 是的 挺有意思 而且后来我还发现 要给大家细说一下 待会出现四节连环的时候 小秋你看 这个像一个王字 真是啊 我都没注意 你把它倒过来 你把它倒过来 所以我们可以细说是他们两位在这个时候 9月5号这一天 是第17届三星财产的世界围棋大师赛 在这个舞台上为了争一个三星之王 结果在他周边环绕了四个节 争来争去争不出一个结果 这个双方无胜负 一个王子 我想起过去我们说到围棋的一些坊间的一些传言 古代 包括什么一个大臣和皇上下棋 下完了之后突然一发现围棋盘上是写了一个寿字 那太不容易了 这是故事 这是细说 行 我们看 鼓励走这个 白棋李适时突然走这个 黑棋下一招报答 故事是非常有趣 他没有着急去跟他打棋 先把白棋这块起断 45 然后白棋46出头 因为这个地方要尝气 一定要争取尝气 尝出来之后里头再去跟他 再打进去 再去跟他清算 那么鼓励下棋器就必须要紧气 这个棋器松气也不行 一松我觉得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是吧 如果你要松的话 他哪怕就叫吃就行了 你必须再紧气吧 对 那他就提嘛 提一个 提已经叫吃了 你必须提这个吧 他就接上就行了 只要他接住就行了 接上就行了 你这个提算你先手 他就接上 你再紧气 他再一提一个 你再紧气 他再接一个 你就不行了 对 反正要截很多的时候 你要考虑先把那个截接上 就外截很重要 就是在打截的时候 先紧外截 后提截 对 这是一个 我建议我们大家要遵循的一个规律 在截征的时候 先紧外截 后提截 如果你先提截 那待会儿气壮满的时候 变成人家的先手截了 是 所以你要先紧外截 为什么刚才 现在就来不及了 现在这个白截就不会了 提一个 你现在再紧这个 他就把这个截上就行了 他就接上就行了 他接上就行了 就成了白截的先手截 你再叫吃他提前手截 然后六轻不认意提 不就完了吗 这个棋子呢 为什么在这样的变化途中 小秋我们很难 不愿意摆参考图呢 就是怕待会儿不能复原了 因为棋子太 有点乱 有点乱 其实现在这两个是黑棋的 这两个是白棋的 对 白棋这个还没打持 这个还没打持 对 所以摆了 刚才这个示意图 再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鼓励 这个必须用一个草帽式的鱼形 贴着他走 要紧住他的气 太好了 这个摊牌了 马上 必须再提 这会儿呢 李适时确实是一副 在读秒的时候已经算清楚了 他觉得这气已经赢了 然后扳 刚才我们说要紧住他的气 但是呢 当白棋这一扳的时候 发现你这个断不了 这个断不了了 这上面已经碎了都快要 就冲完了一打持什么翻吃 对 打给大家看看 如果你要走 冲 就必须要打 对 吃 哇 这一滚 这怎么说得了 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了 你看 这个这个气形 其实给我们大家也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启发 因为我们毕竟广大的起油 也许围气水平没有那么高 需要总结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人特别多的时候 气又特别紧的时候 就像挤地铁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小心 不是人多好 我们确实 就是我经常在感慨 就是我们围气也是一个 它是一个能量守恒 要说起来 人越多越好 我以多打少 不是有利吗 那不见得 但是极其特殊的情况下 不一定 人多还撞你的气呢 多一个棋子 还多占一个位置呢 不见得好 你看这个就叫一塌糊涂 人多反而不行 发生踩塌事件了 你看你走着再来吃 这个一塌糊涂 跟刚才这个滚包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教训 跟我们一起有交流一下 大家以后自己棋子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空气流通怎么样 空气要是不太好 把窗户开开 就这个意思 这个不行 所以 所以 特殊现在呢 不能断 他只能尝 不能断 对 那么 但是仍然有变化 这会鼓励集中生智 也是好奇 接在这 先紧气 同时他补自己的毛病 是吧 先紧气 那么李适时呢是拍打 哇 这个气太精彩了 反正是紧气 接着紧在这 对 这一拍打一看呢 这块白气已经扬长而去了 不仅如此呢 他还对黑旗反攻捣算 全部把黑旗的模样 从根部给他弄得稀里滑了 然后鼓励 不动声色继续紧气 团一个 然后白气 下边一道气这个鼓励 李适时是以为赢了 胜利宣言 所以他就要吃 但是这部棋 王老师他有没有什么别的变化 有啊 他以为赢了 然后我们把结果带给大家看一下 还挤进去叫说 你看这个王子周围围绕的四个节征 那么鼓励下一招提 对 李适时是提 是吧 他提了这个 提这个一样 反正差不多了 然后鼓励再提 提 他等于说把哪个每个节 都利用这个连环节做节财 把它撑住了 对 白气不管提哪个都不行 而且白气退也不能退 你说你现在退这个没有意义 因为他在锦气 所以这两个锦气太重要了 我重复一下 对我们广大的企业来说 以后在杀气的时候 只要有结症呢 是先锦气后提结 这个是一个一般规律 但是我说到这儿呢 这可能大家也听出来了 对 这一般规律的背后 又藏得有 隐藏得有特殊的规律 这盘棋就是这样 那我们看看白气有什么办法 好 这个就下到这儿 我们把故事讲完再来回顾 走这儿 一提一提 黑气一提 白气再提回来 提其中一个 对 黑气再把这个一提 是吧 好 好 这会儿出现戏剧性的音笔 有两大高手下到这儿 精疲力尽 这个是万众瞩目 这番棋 下到这儿 当然在研究室里 还有我们当时在讲解这番棋的时候 已经早就预料到 这可能会出现四节连环 对 这个确实是万分之一的概率 至少万分之一的概率 就非常珍奇的 有戏剧性的一幕已经出现了 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 那么两位高手就下到这儿 但是他们彼此很快的 有默契 一看对视一笑 因为该理事实下 对视一笑 然后哗啦哗啦就收棋子 就一起停了中午 收棋子 对 收棋子就开始复盘 严格说起来 这还不是很符合规程 因为你要等着裁判来 裁判确认无胜负 然后你们再开始复盘 这俩大味 他是一看完了 相视一笑就开始收棋子 等裁判来的时候 人家已经在复盘了 就这个戏剧性的故事 也非常有意思 那王老师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 刚才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给他 对对 时间关系必须赶快说到 对 假如说提这个 提这个 黑棋提过来 他接上 他接入 接上不要走这个 接上这个黑棋就完了 我们鼓励这个盘棋 从结果来看就完了 当然还有一些操作的过程 对对 铺垫的一些 我主要是想说什么 刚才我在强调 对沙的时候 有截的时候 应该先紧弃 再提截 对对 但是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所以理事实居然应该是先提截 再于行粘截 这样才行 如果是这样 当然就没有四截连环了 好 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 刚才我跟王老师也给大家讲解 是四截连环 无胜负 非常精彩 好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再见 再见 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今天的文评论到 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场再见了 奇形天下 奇异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周再见 谢谢